星期tin 江澤一大經濟發展相當快 今天邦法局浙江代表陳嘉賢 今天我是Kevin 你長住在杭州 怎樣看當地的經濟發展 我知道當地經濟增長相當強勁 消費市場的發展也很澎湃 他們要什麼產品呢 你講得很對 其實杭州是整個浙江省最重要的消費中心 也是省會城市 過去幾年 杭州的GDP增長很多 剛才也說了 一般來說 杭州的消費者有幾大類 我所知包括了一些民營企業的老闆 一些政府有關部門的人 一些高級行政人員 還有一些白領等等 這些一般來說 他們都會有一個比較強的消費能力 杭州人一般或者是浙江人 他們會是 側重於一些普通的消費品 比如說服裝 包括了飲食 包括了一些電子產品等等 他們都很受歡迎的 高消費品 比如說一些貴的品牌 或者甚至是汽車 房屋 房地產 他們都非常感興趣 你剛才提到電子產品 時裝等等 香港的品牌有沒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他們喜不喜歡香港的品牌 其實他們對於香港的品牌 都挺有好感的 我記得在2007年的時候 貿易發展局在杭州 舉辦了第一屆的香港時尚購物展 這個反應非常之好 很多香港設計的產品 或者代理的品牌 都第一次進入杭州 給予當地消費者 一個非常好的感覺 和一個新的嘗試 很多香港品牌 藉此機會 都進入了杭州熱浙江市場 很多外國的品牌 已經進入了杭州市場 但我相信香港的產品 無論在設計、質量、價錢 都有一定的優勢 我相信長遠來說 香港的品牌 只要透過適當的推廣和渠道 在杭州、浙江這個 這麼重要的消費市場 有一定的優勢和地位 我知道你們在8月份 有一個Smart Hong Kong的活動 在裏面舉辦 希望達到什麼預期的效果 浙江也是民營企業的大省 有超過70萬的民營企業 之前的金融危機 或者現在的很多 包括歐債的問題 很多做出口的民營企業 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難 很多出路是透過 譬如說需要一個轉型 需要一個升級 去提升他們的產品 或者管理的模式 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可以加強他們的競爭力 我們之前也做了一些調查 訪問了一些當地的企業 就發覺他們對於香港的 一些服務業特別感興趣 譬如說我們的金融服務 設計 管理 等等 或者品牌推廣 他們都非常感興趣 我相信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 和一個貿易的中心 再加上我們的經驗 和和外國合作的模式 的一個程序 我相信對於和當地的民營企業 合作 在剛才我說的幾方面 是有很大的空間 亦都這樣說 我相信未來這個Smart Hong Kong 這個活動 會是比較受當地企業的歡迎 剛才你提到升級轉型 似乎香港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走出去 內地的企業 尤其是民營企業方面來說 走出去有沒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其實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其實很多浙江企業已經開始走出去 包括他們在外國去找一些新的地方做生產 或者他們已經成立一些品牌 或者一些銷售渠道 或者他們透過這個機會去引進一些技術 一些經驗和一些創新的科技 去令到他們的企業可以轉型升級 更加容易 香港本身我們擁有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資源也吸收了不同的外國的經驗 一些技術 透過香港的平台 可以更有效地和當地企業做一些合作 舉個實例 我們可以幫助浙江企業 譬如說在融資 在開拓市場 在做風險管理 等等各個領域 可以更加有效地幫助他們去做海外的投資 和推廣 這方面我相信會有很大的潛力 是讓香港公司和浙江企業進一步合作 聽起來香港的角色相當重要 是呀 現在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是機會 是我們需要更加去了解我們這個內地的市場 謝謝Kevin 謝謝